再来开启一个新的档案好不好 好确定 好开了一个新的档案 一样我们的screen1 把它写什么 我们的学号对不对 我们的学号是 F0213000 好然后接下来我要 几个水平布局 三个 一个 两个 三个 三个平布局 然后接下来我把它设 三个都设为 填满 填满 填满好不好 三个都把它填满 然后在上面这里 我第一个我要先 有三个标签 一个标签 然后一个文字方块 一个标签 一个文字方块 然后一个标签 一个文字方块 然后在下面这里有一个按钮 最后再一个标签 这OK吗 好我们把我们标签都设为20 这标签都设为20 文字方块也把它设20好了 然后文字方块也把它设20 这个都设为20了好不好 然后这个都把它设20 标签的文字也把它设20OK 好接下来呢标签一叫做什么 标签一叫做 初始值对不对 是不是叫初始值 来看一下 我们标签一的叫做初始值 中始值 增量值 好这个叫初始值 好中止值 然后增量值 然后按钮呢叫做什么 按钮叫做 显示技术气质 显示 显示技术气质 然后最后这里空的好了 还是他有 刚开始空的好了 让他没有好了 或者讯息好了啦 然后 讯息 然后让他变红色的 OK 刚开始 所以我们的界面布局是这样子 OK吗 没的 这里刚开始的值 最后结束的值 然后每一次 让一次要增加 每一次要增加多少量 好不好 那最后点一下 button以后他要怎样做 这是我们要的结果 好 所以接下来 我们这个界面已经做好了 然后我们要去写程式 到程式设计来 第一个 我刚开始我要有一个counter co und 技术器 也就是说你到底 这个回圈你要run几次了 你要让他run几次 这样了解意思吗 好不好 所以刚开始来 假设 我这里有一个counter 好不好 所以 初始化我的变数为 我的变数把它改成叫counter counter 所谓的技术器 技术 然后刚开始把它设为0 刚开始设为0 OK 然后接下来 当我的button按下去的时候 我的button一按 他就要开始做动作 对不对 所以button当他被点选的时候 他要做什么事 然后呢 我这里有一个标签 我们原来的标签对不对 这是这个是固定的 但是这个原来的讯息 把它设为什么 设为空集合 所以刚开始我把它设为空 当这个按下去的时候 这个讯息要变成空的 OK 刚开始把它设为空的 所以我这里 我的 标签是 刚开始要把它设为空的 设我的标签是 空的 所以找一个文字 在这边 设为空的 OK 然后接下来 我的这个变数 要把它设为0 虽然原来是0 对不对 但是你转一下以后 它是不是会有值出来 对不对 你转了假设 转了n次以后 那可能假设 刚开始转的是四次 那你如果再改一改 那个四次还在那边 所以你要再把它一次归0 这样了解意思吗 所以我要把我的这个 设我的这个为0 再设一次为0 好不好 然后接下来我要去 跑我的回圈 跑我的回圈 好不好 我的回圈怎么跑 来这里 循序取这个 然后我们到底要取什么 不知道 取什么东西 要取第一个方块文字 取方块文字1的值 文字好不好 文字方块1的文字 OK 这个把它先丢掉好了 所以刚开始的值 最后的值是哪一个 这个嘛 对不对 所以文字方块2的文字 那你间隔是多少 间隔是这个啊 是不是这个是间隔 所以是文字方块3的文字 OK 然后你要做什么事情 第一个我要先把我的 Label Label4的东西 要设为什么 设为 先到这边好不好 让第一次的时候 我要把什么东西抓进来 要把标签文字4 所以我要把标签文字4的 文字 设为什么 设为标签文字4的值 再加上什么东西 所以我要把文字的组合要抓进来 合并文字 来我要合并什么文字 第一个我要文字方块4的文字 他本来本来的东西嘛 对不对 第一次是空的 第二次就不是空了哦 刚开始是空的 论完第一次他会把什么东西 把第一个值抓进来嘛 这样了解意思吗 好除了这个以外 他还要把number抓进来 OK 把number的值抓进来 再多一个什么 空白的 多一个空白 所以这个空白是什么 请你在这里打一个空白键 Enter一下好不好 虽然一样是空 看起来是好像空的 不是它是有空白键哦 所以我认完第一次以后 他就会把第一个数值抓进来 OK吗 原来是原来是空的啦 但是认第一次的时候 这是空的再加第一个数字嘛 然后空白 认第二次的时候 第二次的数字 再进来 空的 第三次的时候 第三个数字 再空空白 如果有十次就要抓十次 十个数字 十个空白 这样了解意思吗 然后这整个run完了 run完了 我还要多一个什么东西 我要多一个 你run完每一次 你的counter是不是要加一 所以我在这里 我要设我的counter 每run完一次 我的counter要设为counter的值 再加一 所以我要数文算数对不对 加一 把我的counter的值 除了我本身以外 我要再加一好不好 OK 每run完一次 代表他多run一次了嘛 这样了解意思吗 多run了一次好不好 好 这整个都run完了 那我counter的值 就是算了几次了嘛 对不对 好 最后 我还要再加一个 哪些东西 我剩下那些东西啊 把我的文字 再设为 一样再合并 要合并几个 不知道 现在看一下 我要这个东西 标签文字式的东西 Ctrl C Ctrl V 一下好不好 我要在前面run完的数字 我要再加什么 加黑板上这个 换行 第一个 我要换行 我要加换行 好不好 换行怎么写 很简单 就是一个反斜线的N 就是换行 反斜线的N就是换行 然后上面要写 回圈共执行 所以这里要回圈共执行 加一个文字 叫回圈共执行 回圈共执行 对不对 回圈共执行 几次不知道要把这个值抓进来 所以我再多一个 再多一个 这么多个 这么多个 OK换行 OK好 有 文字颜色还是文字 文字颜色还是文字 什么意思 你这个那个顺表边是文字颜色 对不起 文字才对 我拉错了 这里改一下就好了 好 我的 我要换行 然后回圈共执行 几次 就是这个值 有没有 所以是这个的 值 然后最后再加一个次 OK 同意吗 这样OK吗 好 那我们就可以来试试看 好不好 我们就可以来试试看 还没有 对不起 这OK的吗 拍好了 OK的 好 那我们就来执行他 好不好 我刚开始的值 假设 1好了 然后 到 10 好了 好不好 每一次增加 OK 请问各位 他在当时多少 13579 11 可不可以 不行啦 11已经超过10了嘛 所以他出现 13579 然后 换行以后 回圈共执行几次 5次 来看一下 这样了解意思吗 再改一下 3 3 他会多少 思考一下 14 他会出现 14 147 再加3 10 所以执行几次 4次 因为10OK 10还OK 所以执行4次 所以来看一下 好 这样ok吗 哦 ok 好 好 Chef 谢谢大家